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开枪 致电总司令部 共产党鼓动灾民造反 已遭到我保安大队有力打压 是 关闭城门 全城搜捕共产党 把震灾坏那些带头造反的桃子 全都给我抓起来 是 致电政府官 说我已经筹集到二十万斤粮食 明天送往省城 给刘洛总办事 是 去吧 这个混蛋 胆子比我大多 是啊 一下子打死打伤好几十个 几十万斤粮食 全给保安队搬走了 叔 我觉得咱不如直接告他一撞得了 他这么过分 这可真是咱们赶走他的好机会呀 好 大伙 你果然有长技 就这么干 我不光要告他 还要把这事捅出去 捅向报纸 那我这就去找徐先生写新闻 嗯 白炎舟呢 已经到省里头去告状去吧 好 那我们就收拾东西 回县府 啊 搬回去 白炎舟已经焦头烂额固不上这儿 走 走 都登报了 他往共产党身上一推 他自己就要干干净净 和你一方去 谁的呀 周睿 周睿 说什么 他说赈灾会 在龙泉有相当的号召力 直接掌握的劳动力就有上万人 不如登高一呼 赶走这个腐败的现场府 不 这 这不是鼓动你们暴动吗 不行不行不行 停 这个周睿 干什么 啊 怎么写这样的信呢 这不是惹事吗 这样是落到别人手里 告诉你 我也兜不住 先生 别听他的啊 他是共产党 你们不是 他们要继续这样倒行逆施 我早晚去当共产党 你小胆生 先生 您已经被通缉了 您哪儿也别去 你就住在我这儿 我想办法把通缉领给他撤了 不 我到西夏山找周睿去 周睿 周睿 好啊 我送您去 别激动 这不是开玩笑 这李洁一直跟我说啊 国民政风已经没救而非打倒不可 可我总是劝他我说啊 中国已经打了太多的仗了 不能再打仗了 你们知道 我是一直主张非暴力的 就在前几天 李洁还要跟周睿去 参加新刺军被我给拦下来了 现在看起来是我错了 如果那个时候就让他走了 也不至于年轻轻地就被 这黑暗的社会给害死 先生 您再好好想想 朕灾会被解散了 饮水区也停了工 我现在也没什么牵挂的了 我准备啊 直接就到西夏山 我不能抗枪打仗 但是 我可以替他们写些文章 写些标语什么的 我能进多少里就进多少里 这个罔顾人民的国民政府啊 是非打倒不可 刘老总命令 务必在南京宪兵到达之前 把东西找到 一时半会儿上哪儿找啊 你不是知道 白岩州每天干什么吗 他现在把东西找上了 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啊 不会吧 什么叫不会啊 他没找到东西 他调宪兵 调卡车干什么用 明摆着去这儿 也是啊 什么叫也是 要不这样 等他回来 你当面问问他 我怎么问他 他现在恨不得把我吃了 我怎么问他 那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 我跟你说啊 这事你搬砸的 到最后 刘老总枪笔的是你 主要我说啊 咱也别着急 东西不还没取出来吗 咱们把它盯紧了 等东西取出来 咱下手拿得个准的 等东西取出来 宪兵到了 南京宪兵一到 谁敢动手 谁动手谁是造反 也是啊 也是也是你就知道也是 不 进来 主任 在孟城楼看到胡祥了 看着了 没错 走 我跟你说啊 这事你想办法 待会儿还找你 什么 白炎珠从南京调线兵 没错儿叔 这个消息是刘总司令 亲自发点报告诉刘安国的 这么说啊 他已经找到那些东西了 你怎么想啊 你怎么想啊 他现在都已经急坏了 你想 南京的县兵要是一到这儿 他身上就是再有什么花样 都耍不出来了 那白炎珠在哪儿 找到的这些东西呢 他又是怎么找到的了 那些东西藏在哪儿 我们怎么连一点风声 都听不见呢 是啊 冷静一下 我们要把白炎珠最近 到过的所有地方 好好地捋一遍 带过来 胡祥 走 等下来 走 出来出来 距下 他妈看你这回说什么 他妈敢跟李吉道一起耍我 我他妈不杀你 就是主长 我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 我知道白炎珠的秘密 把这个远方位起来 快来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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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刘主任是要找我吗 洪老先生 是真人不露相吧 高手啊 连李吉道那个老东西 都没能斗得过你 佩服 佩服 不是也被你刘主任识破了吗 我那是运气好 既然运气好 那东西归你了 聪明 孔老先生这句话我爱听 东西在哪儿啊 后山 跟我来吧 好 白炎珠呢 这傻小子 省城告状去了 孔老先生 这白炎珠是怎么发现你的 我告诉他的 哪个儿呢 为什么呀 因为我想把这批文物 归还给国家 那你为什么早不说 我欠了李吉道的人情 一时拿病主意 我一说出来 李吉道必然有杀身之祸 那你不是还是说了吗 李吉道已经垫成了人面禽兽 不需要我保护他了 李吉道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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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当年我舍着性命 从李吉道手里夺了过来 又舍着性命 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搜查 不是为了今天 拿他们送给你 你耍我是吧 行 你别过来 只有两个绊子 要不你带着人马撤走 权当没有这回事 要不我只有 就从这儿跳下去 怎么样 选一个吧 这这这 马先生啊 你 你是不是有点好商量啊 你说啊 这个老东西把咱们骗了 主任 咱们怎么办啊 咱们怎么办 回去给我搜啊 搜不出来 烧了他那婆命 是 走 天头 你带一队宪兵去带捕李吉道 好 林少爷 恐怕还得麻烦你 你带一队宪兵去逮捕刘安国 好吗 好 你们最好啊 不要惊动他们 假装去跟他们谈 谈点什么事情 等接近之后突然动手 我还当什么事啊 这事啊 我们逼你拿手 对 我这话都遇了 小心点 走 加油 抓 投钢 安国玩着呢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好 这个是新兵队的王少校 刘安国主任 这 这么快约到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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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把中国销了 别动 带走 快点 坐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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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人正 你给我公报私仇是吗 公报私仇 孔先生不是你伤害的吗 老师姐 说好 孔 他 他 他是自杀的 那也是你逼的 你动用工器 企图霸占国家稳物 你敢说和你没关系啊 我没开枪 看自己跳崖的 你炸弹哪 炸弹是你放的吧 你差一点就炸死我和周睿啊 你敢不承认吗 那都是这老王不带的主意 我上他当了 你问他 不 你说话你 公保丝绸 我和你有丝绸吗 你抢了振灾会的粮食 这丝绸啊 你亲手杀害了保卫粮食的李杰 这是丝绸啊 你造成银水区工程半途而废 这是丝绸吗 你让龙泉几万灾民 没了生计无家可归 这是丝绸吗 这么说这些东西 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有没有关系 等你到了法庭上再去身边吧 李先生 该你了 是你说呀 还是我说 那我说 一九三九年 我们文博所秘密向内地转运一批文物 九月三经过龙泉县境内 日本人得到了消息 派出一支小分队 突袭龙泉 要抢夺这批文物 你见到这批文物之后 虎视狼谈 决心俱为己有 你派出了六名亲信警察 穿便装到墨盘山东 杀害了我们文博所三名押送人员 事后你又杀人没口 打死了这六名警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当时日本人还没有进龙泉 你的身份 是中华民国龙泉县县长 这本日记恐怕你没有见过 这上面详细记录了 赵树生到县府 向你求救的全过程 这之后发生的事情 恐怕你做梦也没想到 你的一举一动孔先生都看到了 就在九月四号那天晚上 他趁你不备 迅速转移走了那批文物 这个情况恐怕你也是第一次听说吧 日本人占领了龙泉之后 你原本打算到乡下去隐居 可是你实在舍不得 那差点到手的那批宝贝啊 你宁可当了伪县长 兼维持会长 而且 你还利用日本人的手 杀害了重庆派来 调查这件事情的特工 也就是你外甥女的丈夫 贺鹏菊 想知道 我为什么对这些事情 了解得这么清楚吗 因为贺鹏菊 用密码 在这上面 记录了侦查日记 还记得 运送文物的那辆卡车吗 你让余先生 把它卖到了煤矿 小郑 把余先生写的那份证明书 给他看看 你以为你绑架了余先生 就万事大吉了 在你绑架之前 他已经给我们写下了 这份证明书 看看吧 这也能算作证据 好 余先生 请您进来吧 船长 adım 早 靠先生 请您也进来吧 住好了 老四爹 你没死 我早就担心 某一天某一人 会把我逼到悬崖峭壁上去 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 到了我这岁数了 不会随便自己了断的 不是 你不是骗人吗你不是 胡祥 你个王八蛋胡祥 我这 你帮王八蛋 李先生 做人做事总要留有分寸 你不是一向都这样告诫自己的吗 我没有想到 是你 还有你没有想到的呢 你看看他是谁 李先生 您认识我吗 那这枚戒指您总不会不认得我 是谁 白先生 我剪棺材不落泪啊 小三大 请大家一起去看看 李最道的秘密 再出吧 走 你 Qui 来 这不是普通的金戒指 这是李济道府城密室的一把钥匙 我早就知道我舅这屋有密室 可是我找了很多次 就是没发现门在哪 我说呢 那一箱子宝贝哪儿去了 看来秋山行旅桶 岩浆跌账桶 都是从这个箱子流失的 你个老东西啊 你这十几年你贪了不少啊你 李先生 这算证据吗 算吗 带走 带走啊 快走 快走 这么多东西啊 你这随便拿一箱 咱们兄弟这辈子都不丑 这早要知道 这老小子还有个密室 那咱在二道岗的时候 就接他一次 谁想到藏这儿啊 好 掌握 这老王八蛋啊 太便宜他了 铁头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两天呢 要把这些文物重新的登记注册 你带人把里里外外 一定要把守好 拜托了 放心吧 白先生 铁头现在啊 对你可是五体投地 干脆等这儿的事完了 你跟我回南京吧 回南京 那 我能干啥呀 我们文博索也需要保卫人员 虽说薪水不高 养家户口没有问题 大哥 我还听你的 要我说呀 你就加入新四军 等共产党得了天下 你也混合开国功臣呢 白先生 都等您呢 我帮您帮 不不 我自己来 这车啊 必须要搬到里边来 我看到李基道跟刘安国被押走了 白先生来了 孔先生呢 白先生 孔先生 我代表文博索 向您表示最深的敬意 不敢当 不敢当 大言与于世 孔先生高人 来 我请知故文部署 所长指示 这批文物等局势稳定之后 再运出去 那现在呢 只有您 欧阳 小郑和我 咱们四个人知道藏毛的地点 还是要绝对保密 这样处理比较妥当 孔先生 您老窝被烧了 今后打算怎么办 我回山上去 还 还回山上 那住哪儿啊 我们自己好办 搭几家窝蜂就行了 大家商量好了 我们准备自己修复古妙 您想过没想过去西霞山呢 西霞山 我是这么想 等这场战争打起来 恐怕就没有太平的地方 而庄先生那震灾会呢 是一个民间机构 国军犯不上 跟一大群灾民为难 对 所以庄先生呢 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还是回山上去吧 这ilde肯定寂寞 有多人 落尾 好 编ока 谢谢生长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属下明白 停车 班长 不认识我了 李先生 李先生 走 师父 你回来了 叔 你没事了 东西没找着 秦省长舍得让我死吗 集合我们的人马 上哪去 钱家花园 好 停车 不认识我了 刘主任 长官好 坐 都回来了 来 把把握大队都给我拉上来 是 铁头 白先生 铁头 你手下有多少人 人有七八十人 可枪只有三十来条 我仓库里有枪 有二十条枪 十枪子弹 你带人马上就去 你怎么能有枪呢 周瑞临走前 翘翘给我留下来 他算到我们会用的枪 有枪就好办了 可就是不知道 咱们这儿能守多久 我也守不好 你这样吧 你把十个人安排在房顶 再安排十个人在打门口 其他的人呢 就是守在各个窗口 来一个打一个 好 好 不是 这么容易 不行了 钱家花园的人弄不出来 保安大队和警察局把他包围了 你说这俩小子怎么又回来了呢 这不明摆着的吗 他们上次派他们回来抢东西来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刘老总和他们一伙的 你偏不信 我已经给南京打电报了 让他们看着呗 这真正的土匪啊 改协归正了 省长和总司令都变成了土匪 这个中华民国快完蛋了 这个中华民国快完蛋了 他们过来了 举枪瞄准 准备射击 准备射击 跪下 小姐 请吧 羽山 鹏 鹏ych yum在下面 白先生 土 土 lightning �lan 克 67 十五 千万一 ho 最大的混蛋 王八蛋 白先生 别生气啊 咱们做一笔生意怎么样 你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我 把你的 还给你 怎么样 白先生 白先生 听见了吗 白先生 从现在开始 我说十根树 如果数到十你还不答应 那么他 就相消遇远了 我开始数了 一 二 三 四 我给他一枪怎么样 五 不行 欧阳还在他手里呢 这我带几个弟兄杀出去 你把欧阳抢回来 不行 那那那到底怎么办 七 八 九 好好好 我认输 我同意交换 报告警察局也上去了 咱们也赶紧上去吧 着什么急啊 等等看 等 那东西被他们抢走怎么办呀 哪那么容易啊 这白人州手里有人有枪 他也不是吃素的 等等看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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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 怎么了 门经来电报了 那么说 已经向蒋伟员长控告常评审军镇当局 控告有用吗 是啊 一个总司令一个省长 控告他们不做梦了吗 侯洋 我改主意了 以后我不会带你去门经 那我们去哪儿啊 最好是一走了之 出国 去国外我已经没钱了 正好找个穷乡僻壤 众斗于南山之下 咱们做个饮食 去哪儿 喂 先生 铁头 怎么了 打起来了 那两家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分赃的比例没有谈好 那里去到那几个箱子呢 还在大街上呢 到楼 楼顶去看看 好好 这两家打起来了 西街也打起来了 南山之下报了 蒋委员让通事中央办事处办事不利 说办事人员跟共党有勾结的嫌疑 那几个箱子还在街上吗 还在那个货车上 可现在是保安大队控制了那条街道 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啊 有一个连啊 只要我真的勾结共产党 我就能大跑他们 怎么着 你要请新四军帮忙啊 对 我想好了 我要去找新四军 好啊 我正准备要去投奔新四军呢 好 你跟我来 哎哎哎哎 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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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能出去啊 真的 周主任刚刚派人给我送个信 他说您是国保 让我们特别保护您的安全 真的 您绝对不能走出西洋楼 快快快快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是说 在死之前你要笑吗 你笑一个我看看 你笑啊 在你杀我丈夫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到 早晚有一天我会杀死你 这支枪是我丈夫给我的 今天我就要替他报仇了 我最期待 你只能吃到 你也会换你 我会换你 你也会换你 你会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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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明白 你是不是想问我 两个月前 我为什么要绑架林树成 是 是您干的 我绑架林树成有两个原因 一是想弄清楚 你到底是不是在给国家办事 文物能不能放心交给你 另一个 那时候王副迟已经到了西夏山 他是个大买家 我给他和新四军的叶司令都写了信 如此一来 林树成就没必要出去了 我把他扣住 也能为你们节省不少开支 怪不得您都说孔先生不可蹭 孔先生高人哪 我这样的人已经过气了 不不不 有件事我正想拜托您 等我们有了孩子 准备请您到家里来当司徐先生 来 来这儿呢到处找你们哪 你去哪儿啊 去到整城 叶司令请我办点事还挺急 你们可别说出去啊 你都让人出去了 你还怕我们说 这可掉脑袋 掉脑袋 你是彻底被吃花了 你说光复那会儿 要不是遇到你们 我能够现在得出去吗 记住了你欠我们的人情 行 等共产党得了天下 我天天请你喝酒 走了 等我们结婚的时候 别忘了来捧场啊 来当司徐 没问题 要不是我帮你们弄二大岗 你们有今天 对 你说我们都大没人吗 我还叫不是人 你说心思军能打赢国军吗 一定会的 我对他们有信心 为什么 能够把百姓 当成自己的父母兄弟 这就是他们战无不生的秘密 一夜而知秋 他们在龙泉这样 在别的地方也一定如此 都走喽 咱们俩去哪儿啊 你还没想好啊 没有啊 国军都快打过来了 咱们躲哪儿啊 就是嘛 躲哪儿啊 我想好了 干脆 咱们俩到二大岗落草回口 说不定 那个 那间洞房 还在 好啊 好吗 好啊